14岁了 小女孩 我们问她了 因为我劝她这两口子 说啥也不行 这个女的 我就问她姑娘 我说小姑娘 你爸你妈要离婚 你怎么办 她说 那我跟我妈去呗 我不能跟我爸去呀 我说 那你跟你妈去 你没有爸爸 亲爸爸了 她说 那咋的 那我也得跟我妈去 我说 你不能让她俩不离婚吗 她说 那我能说了算吗 她俩要离婚 老打老闹的 我说了也不算了 离就离了吧 离得也好啊 省得老打老闹 我说 你这孩子你这么说不对呀 她说 那我得咋说呀 我说 你能不让她俩离婚 她说 我怎么能不让她俩离婚 我说 我教你 教 她说 那你叫我啥招她俩能不离啊 我说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她俩还得来 你也来 说 我就问她俩 你俩还离不离了 她准说得离 完了我就问 孩子怎么办呢 你妈准说 姑娘跟我呗 你也得说你跟你妈吧 她说 那我也是那个观点 我说 你不能那么说了 我就要你妈 我说 你问问你姑娘 你妈一问你说 你这样回答她 她说 我咋样回答她 我说 你就说 我谁也不跟 说 谁也不跟她咋咋啊 说 妈 你离婚以后 你找个男的 你们俩乐呵去过去 我爸找个女的 乐呵去过去 说 那你咋咋咋啊 我说 你就这么说 你们俩都乐呵了 我喝点药子就得了呗 你们俩都省心了 我说 不过孩子你可不能那么做 你就搞这话吓唬她俩 她俩就不能离 她说 她俩那么就不能离 我说 你不信 你试试 这晚上真是 就这么一问来回这么话一答 这姑娘就真这么说了 你说她妈怎么样 把孩子拿往怀疑了 放声大哭啊 姑娘啊 妈可不离婚了 你可别喝药啊 到现在 还过着呢 我上昭光我去我碰上 我说 怎么样啊 该离得了吧 过这么些年了 说 还离啥呢 还离 我们俩现在过得可幸福了 你看啊 我没说嘛 都只有小事啊 小事不引大磨难呐 说 夫妻是一体啊 我们要珍惜啊 是吧 要珍惜这段时光啊 因为我们为什么 我们能成夫妻啊 从天地迷茫 万物没有的时候 那叫无极 从那时候啊 无极变动生了太极吗 太极变动生两亿 两亿才有物的开始啊 有物的开始才有阴有阳 有千有坤啊 有千有坤才有天有地 有天有地呢 千为阳 亏为阴 千为男人 亏为女人 说 那才产生男女 有男女了才有夫妻啊 我们夫妻的缘就有这么深 为什么把这缘要变成冤呢 我们要把这个情圆满了 把它圆了以后 我们才能处理这个圈 处理这个轮回圈 要不就说 哎呀 我这下事 我可不跟你成夫妻了 你没有圆满的时候 你说的不算 是吧 那是你说的算吗 谁不想好啊 你得把淫道进圆满了你就好了 淫道进了天道法嘛 当你淫道没进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怎么能成功 你何必万一这查一下呢 那查一下呢 是吧 何必一大伙都说 那是小三 那是小四 不当那个小名 当大的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生的孩子怎么办 孩子不知谁是爹 但妈是知道了 不知谁是爹爹的 说我们做一个父母亲来讲 你要明正言顺 给我们祖宗留下一个好的言根 所以什么叫道 我们又讲这个 讲那讲远了 就讲家庭 道就在家里 我们一个人就是一个天地 一个人坏了就坏了一个天地 因为一阳嘛 这位道嘛 就是一男一女嘛 什么叫道 两口子 就是两口子 上头上有青天 脚上有大地 什么厚德在物嘛 那我们中间的言 我们怎么就留这个言根呢 我们留一个宗臣 留个孝子 留个贤孙 那你是圣母 你是贤母 那有的留出弟子 留个败子啊 那这个过错是谁的 不是你父母的吗 不是南京女雪吗 产生一个明珠吗 这个明珠一落地的时候 就落入后天嘛 落入后天 你父母怎么给培养啊 但我们不会培养 自知的拿到钱财物 去培养它 不知的用德去培养它 所以叫德能养性 理能养心吗 技术能养身吗 这言论之道 方方面面 说我们每一天一言一行 都是道 善言讲 是道进 非道退 合乎道的 我们往前进行 不合乎道的 马上退下来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 朋友也在五轮之中嘛 说朋友的 朋友列五轮嘛 义气最为真嘛 朋友得讲个意思啊 要是真正的朋友 说话要言而有信 说到 说到哪儿就得办到哪儿 朋友列五轮 义气最为真嘛 桃圆三解义 管包罪之心嘛 说我们后人当小者古人 那桃圆结义 我们都知道啊 你看那个 那个 那古人怎么做的 就讲个意思 包吟两代曹营 待12年吧 保他二家黄嫂吧 财不他也财不难 说运川朋友 一一变展朋友七 他二家黄嫂 曹营他保12年 黑点没有 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怎么样 把一妻子给领跑了 所以把一妻子给乌眼了 是真正的朋友吗 可是呢 曹操 曹操给官员长做了个心袍 官员长把那心袍穿里边 就跑穿外边 官员长问那个谁 曹操 说云长 为什么把那个 不把那心袍穿外边呢 他说了 我不能业旧盈心 我们现在业旧盈心 你也有多少 今天我嫁了这个了 我说了这个女的呢 她嫁那个男的呢 一瞅 哎哟 她不如那个好 把这个甩头 我不那个去 贝勒伦常大礼呀 忘恩服役呀 说心家寡恩吗 忘恩服役吗 还因为自己都很对 什么呢 那叫什么 我自己的 这个话我不太会说 反正好像 我有这个权利 说你有那个权利 你把谁坑了 你把你的后一代坑了 你给人女种下一个毒根 那往往有很多人呢 我们看现在很多孩子 小女孩子 小男孩子 为什么这么浮躁你 因为我们年轻的妈妈爸爸 订婚时会 结婚时会 心就浮 凑合两天呗 玩两天呗 不行就拉倒 甩他 离了 你种这么个因 你想想你留的后一代能好吗 所以我们孩子生下来就浮 就飘 谁给造成的 父母给造成的 你说王冯一先生说的 你看哪辈古人好 你就照着哪辈古人说那个去做 那你就是古人了 将来后人就学你了 你看到哪个经验好 你照着哪个经验你就去做呀 那你就是金人了 所以我们做一个人 来到人间 真得堂堂正正啊 不能被那些个污足的东西 掩上 所以我们做一个上下级关系的问题 领导和被领导 那我们被领导的必须尽一个中 那我们就是说员工 你在一个公司也好 是吧 你在那打工也好 你干那活你就拿着当你自己的活 干什么 这就叫尽忠 尽心尽力嘛 所以你没有那个老板的活 那谁给你开工资啊 给我们开工资 我们要兑起那工资 那我支多少钱 老板就给我多少钱 老板没给我那些钱 我可能不 我干的活不支那些钱 这叫啥呢 这就叫尽忠 王善言 给人家产地嘛 那打头的证一百四 他证七十嘛 相差一倍 那打头说 你这小块你可吃亏了 善言说我没吃亏 你吃亏了 他说我吃啥亏呀 我叫你多证一倍 他说你拉亏空了 拉账了 我存在那了 我干的活皮 你干的还好 后来真是 那王老四真要饭了 没过他了 他要饭吃了 可是奉仪先生呢 达到什么程度 那真是 前呼后拥了 众人都佩服了 众人佩服你 天才佩服你的 众人不佩服你 天才佩服你 我们的六亲眷属都 对你都尊重你了吗 都佩服你了吗 六亲眷属 都是我们身边的人 都是你命中有的 你跟这些人能合上来 那你人间的债务 才算了的呢 你看这个不对 看那个不对 你看嘛 你越看你越生气 你看人不对 你就收脏 你就把病毒收起来了 所以呢 老板应该怎么办呢 老板要正 要正职正监 老板要会 现在有很多人都说 我舍吧舍吧 我哪舍 你身边那些人 你那些员工 你应该 对他们要爱护他们 你要关心他们 谁是上帝 他他是你的上帝 他卖力出力 给你争钱 那你 你要老板要明白 你就要多给员工开支 我得一点就行 让他们处理的人多得点 可是你这样 你对待员工 你看员工对你踪不踪 不是员工对你不踪 你对员工太刻板 有的老板打员工骂员工 骂嘛吵吵 用自己有两个钱 了不起了 知不知道 你这样一来 你的厚颜不会好听 保证来个败家的人 给你破坏你的 败坏你的家产 败坏你家风 我也见到很多的老板 明白了传统文化 明白了道德 他们真是付出 说对员工真是特别亲 特别爱护员工 可是你他的企业还新旺起来了 更发达了 什么原因 因为他的善心大 关心这些员工 可是员工拿着活就当自己家的了 就是自己家的活 一点也不给做 给浪费 说当时我那时候 我在这旁边 我就下来 我就做过试验了 我开过粉房 开粉房时 我雇那个 我收那个土豆子 别人都扣 一百斤扣十斤土 我扣他三斤土 他们雇那个 雇这个人呢 给他两块五毛钱 我给他三块五毛钱 后来呢 几个都不愿意我了 我说你不愿意我 我也这么干 可是你那非房 不用我管 不会着急 一点都不着急 他们都说不剩钱 非房不剩钱 我那非房子还剩钱 我说你们那怎么不剩钱 你不能啊 我这个怎么能剩钱 你用啥呢 员工啊 就是我们的上帝呀 他召紧一点 他都不干了 我们多给他点 他给你好好给你干 不给你召紧 比你给他的多 要给我们干活 就说 姑娘你在开我还来呀 都事先跟我们约 那他们有的就顾不着人 那什么原因 不能对人太苛刻了 是吧 那钱不是一个人挣的 钱是国保流通 大家花 所以我们在 你当一个老板 我还经历了这么一个老板 你说他怎么样 他把员工全给领歪了 他也上我们学习班了 后来我问了员工 你们那地方怎么老出事呢 他是没矿啊 怎么一整个就出事呢 他说我还也不知道 我说你们老板怎么样 他说老板挺好的 对我们可好了 我说怎么个好法 你说说 他说我们跟经理出来 这个 老板 吃饭去 因为我们挣钱挣多呀 吃饭 吃完了 洗澡 先洗 洗完吃 吃完了干啥 吃完了 上哪去了 上午厅了 把员工都带午厅去了 干什么 打消息去了 哎呀 我说 冤不当你们的老出事呢 老板不证啊 把员工都领歪了 吃喝嫖赌啊 为所欲为啊 那能不出事吗 我们做一个老板来讲 你必须要走的正行 你给员工做一个榜样 说完还有一个老板 我还碰这么一个老板 在他那公司里干活 这就是长存的 在那公司的干活 你要 这员工要 对他的老人不孝项 不用你 吃你 你回去 说完我就碰了这么一个呀 听我们讲到 他一听 这玩意的孝敬老爷呢 把公公婆婆接来了 接了没过几个月呢 不行了 和起关系弄僵了 把老婆婆撵回去了 后来老板知道了 当时就把他辞了 他老板为什么辞我呀 你们这样武力之子 不孝之子 我用你们 你们在家都不孝 你到我这个阿干活能走吗 回去 你多的把你公公婆婆求回来 我再用你 就这样 这个员工后来呀 回去给老公老婆婆磕头印刷 强请回来 完了又上班了 老板也有很正派的呀 就说我讲这些问题呀 大家很好的 参考一下 另一方面 爷爷都想派儿女好 从哪个人说好 从根上来 从哪儿 要讲夫得女道 要讲姑娘道啊 媳妇道啊 老太太道啊 姑娘怎么当啊 媳妇怎么当啊 这个是很主要的 姑娘是什么 姑娘是社会的源头 人类的支援 这个姑娘特别重要 要扭女人 占她主要的部位 世界崩起好坏 关键在女子 这个女子要不会当啊 这个 你这个家庭啊 没有幸福 为什么说 女子不会当家庭没幸福呢 说过去是男主外女主内 外动内境 现在不是啊 现在是内外都主 男爷也当家 女爷也当家 现在男爷当家里少 都女人当家里多 因为女人为啥说女人当家多呢 这个家庭女人要说了不算呢 这个家庭就很要出问题 是吧 因为啥呢 过去叫男人叫天 女人叫地 现在男人不是天 翻天了 是吧 翻过来了 是吧 那叫天翻地福吗 是吧 天翻地福 他能扛建 天要不翻地 要不扶 那扛建不了 是吧 过去男是 现在是男女平等 平等了 真是平等了 家庭 就有这些问题 不和睦 怎么约言 姑娘 不会当 姑娘应该怎么办 姑娘是社会的源头 是人类的职员 就像一个人类的发源地 这个发源地要好 它说那水是清的 躺到哪都是清的 这个发源地 躺出这个水要濁 到哪也是濁的 那就说姑娘的性格 应该怎么 姑娘姓如棉 姓如棉 大家都知道 棉 什么叫棉 棉花 棉花是又温暖 又平和 又游和 又洁白 姑娘姓如棉 说话两头满 说多干活少花钱 提满家为几因 还是什么 不嘴馋 要常提满家 有点好处 这叫提满家 什么 缘情 你智为根 所以你姑娘要具备这五个条件 棉花拍着如饼绑着如线 棉花拍着像个饼绑出来是线 特别游和 绑着线要长 要有长性 姑娘不能神的叉的火辣辣的 猫一天狗一天的 一阵风一阵雨的 是吧 姑娘要具备呢 必须一种 游和的性格 像南韩也是如此 跟姑娘一样 在父母面前 必须要游和 那说话呢 跟父母必须要游生下气 不能处决横杀 生灵硬创 而姑娘要具备这五个条件 你问棉花 温暖 谁穿还都温暖 穷的穿还也温暖 富的穿还也温暖 老的穿还也温暖 是少的穿还也温暖 这叫什么 温暖 平等待人 没有 谢谢 平等待人啊 是吧 不能先贫待父 是吧 现在有很多人 就先贫待父 你要处对象 你家有没有房子 你家有没有车 你一个月开多少钱 这花包的头钱 你什么工作呀 这种观点 就是很错误很错误的 是吧 很大一个污点 是吧 说你姑娘应该怎么办 是吧 姑娘应该呢 最好 最好王鹏仪先生提出一种 叫从简结婚 从简结婚 不抄 对象家要彩礼 不抄 爹妈要赔送 结婚 不扑张浪费 不大抄大办 来个 从简结婚 把有用的金钱 用到有用之处 王赛一说 这叫什么 这叫斩断两头蛇 不抄两头要 就要彩礼了 都要赔送了 这就叫斩断两头蛇 两家的老人都高兴 来个从简结婚 不大抄大办 不扑张浪费 因为我讲到这么多年 有没有这样的 有 不少这样的 可是这一从简结婚 能给后天留下好的银根 不过你从简结婚 还得从简生活 我们在一场生活中 更要简朴 奉一相安说了 减食 出茶单饭 吃饱就行吗 粗不大意 折体就行吗 这我们现在的生活多好啊 什么叫天堂 什么叫佛国 现在就在 就在你 人还不知道 还东跑西天 去找神仙 是吧 去求道 求疑问谱的 求这个求那个的 我要上佛国 现在你就在佛国 就在天堂 还不知道 什么叫佛国天堂啊 不知道 有人说 我要上佛国 佛国在你家里 家庭里这些人都没说 好也没说 胆也没说 谁也不调谁理 一天 一天总是高高兴兴的 你说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佛国吗 人都迷大劲了 是吧 太迷了 要不您往上一说呢 上等人迷到什么上了 迷到佛上了 次一点的迷到名利上了 再次一点的迷到财产上了 最后人类等迷到神轨上了 王山一说了 要破迷开悟 什么叫破迷啊 你把这些东西都看透了 你能找着对方有的好处了 找着你自己的不是了 这不是开悟了吗 还要 我要开悟 我要看这看那个 哎呀我的天 这人太愚痴了 还咬得聪明呢 还咬个个很聪明 你看我学的多好 是吧 你学懵了 我是吧 我们要把姑娘当好了 你给后天才能留下好的应该年 你姑娘不会当 你这个发源地就不行了 没有圣贤的女儿 怎么能处理圣贤的母亲呢 有圣母才能生出圣子啊 那么我们看看古代那些圣人 孟母 孟子 孔子 江西章 岳飞 他们为什么能那样呢 那不是圣母生的吗 我们现在女人 不也都是女的呢 我们生的孩子 孩子为什么生的还有病呢 为什么圆胎都带病呢 生的就有病呢 是不是我们这个罪妈妈呀 妈妈不会当 因为孩子就从怀孕那天开始 全靠着母亲的气血活着 那你这个母亲一天生气 上火耍脾气 你说这孩子能好不能好 妈妈怀孕那段啊 要生一场气啊 就等于天下一场大雾啊 这颗苗子就要受伤啊 那就说 那就是说 姑娘你不会当 你垂心不正 你结婚能当好这个媳妇吗 说姑娘姓入眠吗 这个眠 那就根本叫啊 你姓天必须清朗 心地必须光明 你去实行宗效 注重德行 尽宗尽孝 说你判好子嘛 你就得尽宗尽孝嘛 你要判好女 你就得性反天良嘛 你要想发财 你就得有淫义心肠嘛 你想来个好孙子 你就得做善 做德 善德路亡 那就说 我们有用的金钱 必须要用到有用之处 什么叫有用之处 旧困服级嘛 洗老林贫嘛 修抄补路嘛 建筑学校嘛 说建筑经老院 安老舍 怀少园 那建筑这些东西 给人间造福 造福人群 说那你为人不为己 你就是圣贤体呗 为己不为重 你念佛也没用嘛 那叫私心太重 就为你自己打算 我要成佛 阿弥陀佛 你格不格啊 是吧 就为自己打算了 我们应该为大家打算 为重人打算 学到的多 成到的少 为什么 都是看人家不对 我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 圣人说了 圣贤在哪成的 在最低处成的 低到底就成了 什么叫低到底 我们看看释迦摩尼佛 太子 吃饭时候的拿脖 去画家 画园 那不低到底了吗 他舍弃了 庸华富贵 舍弃了全是 所以他低到底了 他才成一尊佛主 他为什么 他明白了五行 明明了五行 他发明了五界吗 孔子明明五行 发明了五常吗 老子明明五行 发明了五元吗 王冯仪先生 明明五行 发明了五毒吗 说一个圣人 从五行中取出个密码 干什么 教育厚颖 那我们 最后有王冯仪先生说了 从哪入手 就得从家庭入手 我们姑娘不会当了 转变成媳妇 媳妇姓如水嘛 姓如水姓如水 多干活别绝嘴 现在媳妇你说 结婚谁哪有多干活的 不干活还绝嘴呢 还包吱又后悔 哎呦我嫁你可嫁坏了 是吧 哪个哪个劈里强 这山望的那山高 到的那山又把脚敲 找一个又一个 一个不如一个 最后可能找瞎子 虽然古代圣人讲了 从一而终 哪个好哪个坏 我们不看他长的形象 我们不看他道德水准什么样 看他有没有道德观念呢 不是人在心不在貌 现在的年轻人 我看长得好了 红艳多拨命 丑腐丑腐 越丑越丑腐 所以我说那个我们家呢 我可丑了 真的 我说这一点不假呀 是吧 我那时候为什么跟他订婚了 是吧 因为我那时候我看 他们的家崩好 老爷特别正式 是吧 我的奶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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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我们对婚那儿结婚那儿 他们还有三十多个人 所以我看到他们的家风特别好 所以我们家那人心就大 他在家习惯了 他爸爸妈妈就是那么大的心 所以他心也大量也大 人在心不在猫 你便以猫去言 我们得以德性去娶她 所以我们做一个女人来讲 做一个媳妇来讲 媳妇幸如水 拖满家 把满家的家务德性都拖起来 都拖起来 大家享受的福 一劳还得一愿 往往有很多媳妇现在干点活就不去 因劳不因怨 你说你不长兵 那不长兵往哪儿跑啊 我们有时间 我们就要帮助 家庭的老人 多干点活 要老人吧 老了 瘦瘦大了 身体都不是那么健康的了 那我们儿女怎么样 能让老爷 心安理得的 让他高高兴兴地过这个晚年 我们不能老挑老爷理 现在都是少了 那有的家庭里走三个走两个 你这轴里这不到你怎么办呢 轴里到贵和欢嘛 有到新家园嘛 堂前同进校 互相教育 自己教育自己的孩子 不能只有孩子轴里之间闹一剑 你偏了 像了 是吧 这样 很多很多的 因为我讲到三十多年了嘛 是吧 我也见到很多 什么样的家庭我都见到过 是吧 女同志 好吹风 好告状 晚上往床上一躺 当丈夫 是吧 这个不好了 那个不对了 他就不说他自己不好 他就说因别人 这叫啥呢 哎 边风啊 枕边状啊 这风特别比刚风还硬啊 有几个男同志 不被女同志吹倒的 真的啊 我说要吹过的啊 你这回把风收回去 吹晒风 竟说别人的长处 不说别人的短处 是吧 这叫取长补短 取别人的长处 补自己的短处 所以我们要很好的研究自己 是吧 很好的 我今天讲 大家要很好 往自己身上对号 是吧 对对号 我做得好吗 是吧 我的媳妇当好了吗 我的姑娘的书当好了吗 我姑嫂的关系处理好了吗 你做一个嫂子也好 兄弟媳妇也好 是吧 你对于你婆婆的姑娘 你怎样去对待她呀 那姑娘是母亲的心间啊 你跟姑娘 她的姑娘处理好了 干什么呢 那就是尽孝呢 那就是奶夫婆母之心呀 姑嫂的关系处理不好 婆婆心能安吗 是怕颠倒你怕 反过来你回家 跟你嫂子处理不好呢 你妈妈能高兴吗 是吧 拿银心比自心呢 颠的颠的一般沉 很好就去衡量衡量 是吧 王善音讲了 娶媳妇叫接神 娶媳妇真是接神的 往家里接神的 善音说能接了四尊神 我说能接了五尊神 是吧 说哪四尊神呢 不要财礼 不朝娘家要陪送 从前结婚来了 不铺张不浪费 这叫什么 这叫财神 那财神要进家 过去有什么句话 财神进家越过越发 那你要找你进门呢 得了你就欠财 所以说呢 这样的姑娘 结婚以后 进门就高兴 知读乐 乐是什么 乐是喜神 进门一天都乐乐呵呵的 那不喜神带胃吗 托满家为己 托满家为己 板间的家务者 下班就干活 操着家务 搞尾声做饭 大家想他的福 他又是个抚神 可是呢 这样做 周围没有 干什么 出柜了 这不是贵神吗 这不是四尊神进门了吗 这样的媳妇 这家能不希望吗 可是还有一尊神 什么神 进门就绝嘴不识足 给多少也不识足 绝对胖三的 这叫什么 丧摩神进门 你说这婆婆还不还要爸爸 把老婆婆都下门一魂了 她一天没有乐趣啊 嘴绝嘴的 这屋还不干活 吃完了饭完一吞嘴巴一抹就走了 等回来怎么样 一屋看饭没好 坐那看电视去了 玩电脑去了 你说这媳妇到你怎么行的 这叫轮昌颠倒 你生的孩子保证有问题 那有的生孩子 生理上带来病怎么带来的 不是轮昌到颠倒了吗 我在广州 讲课的时候碰上两个小孩 两个女同志丑那样 好像亲戚了 我信她俩是双胞胎 后来英文不是 海南一个广州一个 可是抱着 两人长得还真一样 抱着小孩病也一样 这两小孩还都那么大 什么病 肝胆管堵塞 剩下的就肝胆管堵塞 治了好长时间 钱花了要干 也没治好 后来听说我在那讲课 他们去了 那是四月份 四月十三号 我在那讲课 我就那堂课 我记住号了 他俩帮孩子问我 怎么回事 我说这叫轮昌颠倒啊 他说咋颠倒了 我说这样 小的当老的了 老的当小的了 老的刺务你 你不刺务 本应该你刺务老人 可是反过要老人刺务你 所以你们俩一家生这种孩子 你们俩讲讲 我听听 是不是这种回事 海南那个跟我讲的 我是从小我妈就刺务我 一般我刺务到结婚 结婚我又带我妈跟前 还是我妈做吃的 做喝的 做穿的 甚至吸标水 都我妈给我打 我说你看看 你生这个孩子怎么样 什么轮昌颠倒了 生日与你家家乐 能有几 一笑双亲呢 我说你呢 他说我 我结婚以后 我婆婆说我素素小 早晨不让我起来 老爷进 迟到你得会进 这不是慈道啊 这是害道啊 把孩子害了 现在有很多老爷 身体都挺好的 别起来了 是吧 我做好了你再起来 你晓得那是害 爱孩子吗 你就坑你儿女 所以这个女的就说 我老婆不让我起来 我啥也不做 我一怀孕更不让我做了 还给我好吃的 我说你看看好吃的 还没抚养好 物质抚养 物质食物去保养 不一定能保养好 道德精神去保养 你看那孩子生出啥样 是吧 因为我 我在这方面 我也做了很多的实验 观察 是吧 观察 妈妈真明白道理了 完了还吃素食了 还不吃荤的了 完了生这孩子怎么样 这孩子聪明伶俐 那不说过不成同 差不多 说我试验了好几个了 必须妈妈要明理 你妈妈不明理 你怎么生这好孩子 这个古代的 有孟母生出孟子嘛 孟母教子三千嘛 环境不好都 都不会不带孩子在呢 我们看看古代的圣人 怎么教育的后一代 怎么去领的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也都是女人呢 我们生的孩子有的 为什么就有病的呢 是吧 98年在北安吗 碰上一个吗 其他儿子抱一个 婆婆媳妇儿儿子 抱个小孩去了 没胆 你说他没胆 你说能活吗 我说没胆能活吗 那孩子 灭黄极臭啊 孩子一点能力没有 吃什么拉什么 因为他没有分泌能力啊 我就说 我说这就叫轮昌颠导了 我为啥会说这个 我看了上一人说那个问题了 轮昌颠导 生的孩子不会活的 回来我就说了 我说了 那媳妇儿当时就给她婆婆跪去了 妈妈再回去 你可别干了 你让我干活吧 我这回我就改了 我不懒了 那媳妇儿痛哭啊 抱着我婆婆大腿啊 回去了七天孩子死了 完了又上我们的去了 咱们就跟我们那个疗病那个地方 呆巴拉院 回去又怀孕了 等怀孕了孩子 满院以后 抱给我们去看起来 那孩子 背得大胖的 我说你又知道 为什么你这孩子这样 他说我明白了 我干活的时候不抱屈 我乐了喝喝干 我也不后悔 王国医生还讲了 罗宾包屈乱根子 白菜包屈乱心子 人要包屈就得坏身子 是吧 所以你不能包屈啊你啊 我们来到世上不就来干活来了吗 来干啥来了 干活干活才能好好活着你 你不乐意干活不就呆着呆死了吗 是吧 我们得干活 古言讲那么一句话 运动不止生命不喜呀 是吧 我们得很好去运动 是吧 多干活就是锻炼身体的嘛 是吧 我们不要说懒得了不得啊 长一身懒又 是吧 是吧 我们做一个人来讲 说我们又当个媳妇 这媳妇要做好了 媳妇是托满家 媳妇是托满家的嘛 老太太是都满家的 你把媳妇做好了 才能当好这老太太呢 说老太太 老太太是一家的辅心啊 说老太太姓如辉 能不担不是能吃亏 家政一旁推 保养性天亏 你还卖交冬季 是吧 你还卖到交冬季了 是吧 你是中央乌鸡土 土能生长万物 老太太把性恶化了 灰里别让她有火 是吧 全家人才有火的呢 老太太要有 老太太性同要有火 有火气 那叫火炎买小灰啊 牢牢心不舍 事事显难危 又想长家政 又想管是非 儿女这个孝道就不好见了 这老太太一天叨叨叨叨叨的 儿女都烦她 嘴里墨起多高 这老太太干啥呢 到处冷炸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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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吴唠吴唠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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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你的性 修你的命 什么叫命 老太太就是你的命 是吧 你修了什么 修了你身上的毛病 你身上那些不好的习性 你弄掉的 是吧 你就很好的修炼自己 成就自己 是吧 到晚年了要走那天 乐乐呵呵的一走得了呗 何必整得一身疾病呢 完了整个儿女 你就迟到都没进了 你一身疾病你都不算迟 你让儿女给你操心呢 拉你上医院去治病去 完了到那儿子给你嘎一个流 给你嘎一个是吧 嘎个男种 你说 你这样老人就不会当啊 你不会进迟到 是吧 这叫夫得女道的散步 最为主要 我们把夫得女道行圆满了 你看看 一个人 有一个家 一个家用一个人一个人组成的 一个人好了好了一个家 一个家一个家好了呢 说家庭小社会啊 和和乐自然啊 我们一个家好了 你这人好了 等于你什么 又尽忠又尽孝 这一家人带好了 家庭是什么 小社会 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分子 我们人是天地的一个分子 你这一个人好了 好了一个天地 我们这一个家好了 好了一个社会 是吧 社会就有一个家 一个家组成的吗 我们责任有多大 是吧 我们不能轻视我们这个责任啊 我们人生不容易得呀 人生很难得呀 中国你也难生啊 道法你也难闻啊 这就我们来到人世间第三宝 我们都得着了 得着以后我们去怎么样运行啊 这个就在我们自己了 说谁行谁不行 运用在五行 五行能推转 你不行你也能成 你五行你要推不转呢 你能行你也不能成 是吧 你教你能行啊 是吧 你家庭五行没有转 你那个轮回圈的缘分未了 你还得轮回 说我不轮回 那不是你说了算 不是咱们自己说了算 我们要想到 不轮回怎么办 是吧 我们就得用 善风效 去圆满我们的人生 了我们人间的在我 才能成就 所以我今天讲 往下午还有一个实际游益 还有点时间 我要讲什么呀 讲人为什么长病啊 是吧 人为什么要有病啊 病有多少种啊 病的种类很多 是吧 种类很多 有的是心理病 有的是心理病 有的是生理病 有的是天眼病 什么叫天眼病 就是你家 来这么一茶感冒 流行感冒 就是天眼病 是吧 有的是因果病 有的是孕肃病 有的是精神病 有的是冤孽病 有的是德行病 等等很多 总之来说 病有几生 好时候还得有自己好 说病是外天的嘛 心性好 病魔就跑了 是吧 心性要好 一切冤孽都了 当我们心性不好 是吧 一切债务都来找 一点也没说错呀 是吧 那就说 什么叫 心理病 心理病就跟对方人过不去 心理就像几个嘎的 总变个劲 戒不开 说我们讲性疗病 就破开你那个嘎的 就解开你那个扣 扣要解开 病就没了 是吧 这叫心理病 什么叫心理病 就是人的性格 人的五行性格 什么叫五行性格呢 木核土金水 木核土金水是道家研究的 一个五行 王峰已把它用到我们 延伸上来了 也叫金木水和土 金木水和土在我们延伸上代表什么 代表心肝肺肾肾 是吧 心属火呀 干属木啊 贝子属金呢 肾属水呀 脾胃如土啊 这叫金木水和土 要不怎么说 人是代表天地来的呢 人是五行形成我们一个人体 天有五行 地有五行啊 国家有五行啊 社会有五行啊 人有家庭有五行啊 人身有五行啊 人身有五行 有性界五行 有心界五行啊 有身界五行啊 不光大理上说 专门啊 人身上说 就讲人 说 因为讲当人你知道吗 要讲远了 那就得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讲 我们专门讲人 说人什么 心肝肺肥肾 心肝肺肾 为什么会能有病 为什么有的心肝肺肾 没病 心肝肺肾肾 有病了 那就属因了 当人的没病的是羊 那有阴有阳 那有阴有阳啊 是吧 牧阴有阴有阳啊 可能 那叫什么 甲牧为阳 以牧为阴吗 是吧 说肝病阴 怎么来的 就是木性阴 木性阴就会得肝病 那就叫阴牧了 是吧 阴牧怎么得的 又阙又阳 处觉横丧 升顶硬创 是吧 那就是啊 叫阴小时大 以思害功 以清玻璃 好事难成吗 我见太神吗 是吧 那咋子 他就好生怒气 叫怒气三肝 怒气把肝伤了 那你为什么 量小 倔强硬顶碰嘛 一路慢很横嘛 是吧 又倔又降的 是吧 所以倔强人 嘴病什么 干 干病 他这个毒气 存到哪里头了 存到人周身的肌里头了 我们都看到了 叫怒气三肝 头迷 眼花 耳鸣 牙疼 嘴斜眼歪 中风不雨 肝胆有病 最后要答的什么 半身不随 怎么来的 一股怒气 就能得这么多的病啊 往往女同志 有些得乳腺癌的 怎么来的 就是怒气还来的 现在乳腺登生的 乳腺有流的 你看女人要得乳腺的病 多数都在左侧 为什么 跟男人生气 跟男人生怒气生的 所以呢 病会做到左侧 五线上 在一堆男人要 有意见的时候 还容易得腰脱 这股毒气 存到 周身的筋里头来 等它要反应过来的时候 往外吐出那东西 味儿是酸的 苦辣酸甜咸嘛 也是无味儿 我们中医明白这个道理 中医也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看到刘博士讲的光盘 关于那个 中医讲那个五味儿啊 是吧 用五种药去 去用那个 那个药去调理的时候啊 是吧 我们我对药上不懂 是吧 对药不懂 我只能给讲这个 病是怎么来的 好时候怎么好 是吧 说讲病 讲病能讲 好病得在你自己 讲病在我 好病在你自己 当你一个人 真能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看病很好 是吧 病要说好很快 你看我们吃药打着一半会治不好 可是我们要明白王丰怡先生的这种哲学思想 那病很好 太简单了 我们说我病十二年 我吐七个半血 我病就 基本好就没剩多少 那我还时间长呢 王丰怡就一夜之间 穷牢平复了 那我在讲病这些年我也观察了 那真是 那挺重的病 一夜之间 两夜之间 好了 完时 甚至高阴 背着扛着来的 怎么样 跟他讲上了 他明白道理了 这真是 自己真正意识上去了 怎么样 走时 我连梦台跳去走的 这个病啊 这个东西不可怕 可怕的我们性格不敢 这个病肝病啊 就是这么来的 还有的人 人家 好生怒气 跟什么样的人 跟领导呢 跟长辈儿的呢 他耿椎该有病了 他不说 他高兴力合计 完了他耿椎该有病了 一整嘎嘎嘎嘎嘎嘎的 耿椎压疼 耿椎难受 是吧 这样的 我在广西中医学院的时候 看着一个研究生 这我们 15个研究生 加两个院长 一个博士 做那个案 我们聊 就聊这个五行 聊聊 那个研究生 就跟我说问我了 那老师 你说 我 你说 我有一种毛病 怎么治不好呢 我说什么毛病 我就耿椎啊 耿椎疼啊 嘎嘎嘎嘎 一动的嘎嘎嘎嘎 想 估计就想 我说 那你多得的啊 他就跟我说了 他说 我这三个来月 我说 那你怎么治呢 他说 治不好啊 药也吃了 蒸也扎了 灌子也拔了 就不好 我说 你在家没有 他说 在家没有 我就来到这个学院 我说 那好 我告诉你 咋得的 我就告诉他了 他说 咋得的 我说 这不愿两个院长 在那儿坐着你吗 你就跟他俩使劲儿得的 当时俩院长就乐了 俩院长都笑了 跟我们俩他得病了 我说 你问他自己吧 这小伙子 把头就低下了 不知身了 待一会儿 我说 怎么事 你寻思过来味儿没有 他说 我寻思过味儿了 真是啊 我说 那你就当小匠呗 他就笑了 他说 我们来 我是念完一个研究生 我又看中医 这个应该研究 我又来考中医研究生 我考成了 我就来了 一年学费是七千 这正常教 哪年都七千 教了 可是每年不收六百块钱 今天的特殊又收六百块钱 我就因为我老习子这六百块钱 不应该收 七千我都教了 六百块钱我不是教不起 我总以后他们收的不对 我说你看看 那院长你给解释解释吧 院长就给解释了 为什么要收这六百块钱 因为小校要买一个仪器 要买一个大型的仪器 一个学生拿六百块钱就够了 我说你听到没有 没收你自己的吧 他说没有 都收了 我说那院小校就没错 校长没错 你错了 他就坐着嘎嘎 画着脑袋 画着一会儿 待一会儿 画着不到一个小时吧 他说我好了 我说不嘎嘎嘎嘎响了 他说不对了 也不找得沉了 也不想 我说这对症了 这叫对症下药 是吧 你对上耗了 那真的 还要好好吗 你看你吃药打针 它不好啊 是吧 你不对上 不对上耗 你可好不了 就说 这是什么的 这叫肝定 是吧 有很多肝定点 男同志最多 为什么 男同志 跟女妻子生气呀 是吧 还得说男人量小吧 是吧 跟女人生 因为男人有的男人嘴挪呀 这女人嘴快呀 女人叭叭叭叭一门说 把男人气力不止声 赶生气去了 是吧 待我生气的时候 借酒消愁 喝点酒 坏了 干兵得上来 是吧 有不少女同志 领着丈夫 上我家去了 哎呀 你看我丈夫的干兵了 这个咋整 我祝你气的 我告诉女同志 千万不要气你男人 你要真把他气出干兵了呀 你花多少钱也治不好 是吧 只有这个方法 有不少好干兵的 是吧 昨天晚上还来个电话呢 给王老师来个电话 是吧 他是干兵啊 干兵化 很重 是吧 对我们学习班 真是 哎呀 他吐得嘻啦哗啦 那吐得真是 咱们丑子吐得都难受了 他一下子吐好了 是吧 那就说我们 有病了 就是有过错了 没有过错不能长病 是吧 无罪不长病吗 无虐不生疮吗 是吧 有病的人就是有过了 可是因过他就了的 是吧 这是什么呀 这叫 不阴取阳 输套阴气嘛 不阴取阳嘛 说把阳气上来 一找一个好处 一阴自己不是阳气就上来了 阴气马上就往外排 那叫什么 翻阳气 你要真把阳气翻过来 你病会好的 不是不能好 因为你没得那个癌症啊 没到要死的那阳眼啊 说你要得癌了王可不敢说 说这就是再一个 火性 火性得什么病 火性得心病 火性瘾呢 火性瘾得病是最可怕的 也是最危险的 为什么 火性瘾心病 恨瘾 恨瘾伤心 心忙 心慌 心跳 心夜 夜晚失眠 夜晚多做怪梦 严重了 咳嗽 吐血 癫瘾 食语 精神经变 精神病 到精神病这句 就可怕了 再说得心病 那说过去就过去啊 心肌梗散 心肌炎 心肌水 二心半狭窄 三心半狭窄 这病我都讲过 我也都碰了过 是吧 我在那个 我们在北安 有那个疗病所的时候 一会儿 齐加哈尔去一个老银 大面积心坏死 这齐加哈尔 那个医院住了 好几个月 也不行 最后就出院了 他说我一天 最少要钱 是得一百块钱的 他说这样也不行 心疼 后上我们的去了 去了跟他讲 开始他不信 开始他不相信 哎呀 我都花好几万块钱的 都没治好 你这说说能好吗 那不信拉倒 那你不信没办法 是吧 我们广大难度不信之人 是吧 后来呢 他有个七侄子 说你好好打听打听 看你别人病好没好 他可能待五天 来的病人 要走的 那个问你 他们都好了 这玩意能好使 他就会信实了 他还忘了 真是 一印错的时候 他当时就修科了 当时就把他家里吓坏了 他老伴就吓坏了 我说你不用害怕 他过一个阵子就过来了 过了有不到一个小时吧 他就瞧 睁开眼睛了 我咋的了 他老伴说你死了 他死了咋又活了呢 说 那叫没咋的 他那股气出去了 那股恨气出去了 就这么的这个意思 真就好了 批坏死就好 当时他就说 他说我就不疼了里头 他感觉很奇怪不疼了 后来这老头去年死的 八十七吧去年 干什么怎么死的 他回去了以后 他儿子也开一个 就开那个 那个收塑料 那个打那颗粒 往广州送 他就给压车了 回去盯着压车 大家都不想去 他说没事 我这身体太好了 说就往广州啊 压大货车 去年他也是 把车装上了 要走了 他说我进屋 我给老婆也烧住香带走 进屋 烧香往里一跪 闭起来 当时就死了 等爷儿进屋看的时候 他死了 他那个心病 那叫心会死 就说我们这心病最可怕 达到精神病的时候啊 那没有办法了 是吧 睡不着觉的很多 我们前年 去年 这说话是去年 去年 在那个北京啊 我们在北京 前普太阳能公司 讲座的时候 山东去一个 一个女同志 三十年没睡觉 三十九岁 三十年没睡觉 后来我们就问他 说你三十年没睡觉 你怎么还活呢 我也不知道 我说你不是没睡觉 你打个嘴就醒 你一打嘴就醒了 那脸呢去黑呀 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多少年了 他说三十年 我说你回忆 回忆你三十年前 你恨怨哪一个人 这个人就回忆 当时就说了 我知道了 哎呦我说知道能好啊 他说知道了 他就哭了 我说那你恨谁呀 恨他爷爷 他爷爷脑血酸 瘫患 他说我九岁 瘫玩 我老要出去玩去 我爷爷就把老王会喊我 让我给他干这个 给他干那个 我就恨他 亲老头 你咋不死呢 他说到那我就睡不着觉了 他就哭啊 就哭了 这家哭的 哭啥个多小时 我这孙女啊 我爷爷都躺得不起不来了 其实我干活 我怎么还恨我爷爷呢 就老后回去 哭啊哭啊 哭了三个多小时 晚上消停睡一宿 第二天他又哭一场 完了走了 后来上我们学习班了 我问他 我说你睡到家了吗 他说从那那以后 回去就好了 说病有根 因为用药 要不是不治病 要治病 要治标 治不了本 说我们讲性疗病 病是本性上来的 本性上来的 从根上去挖草 因为用药是这样 搬石头鸭草 他早晚还复生 因为你毒没出去 说你把那个病毒得除去呀 所以血 恨起来的病 他这个藏到哪里头了 藏到血脉里头 毒气在血脉里头 要不怎么会得 气迷心血迷心呢 说气血迷心呢 是吧 那就因为他这个气 存到心胸管里头了 是吧 等我玩要吐的时候 吐的时候那股滋味是什么滋味 苦的 肝 肝病要吐出那东西是酸的 这是什么 这叫心胜 心胜的病 因为心胜的病我讲不少 是吧 辽宁省 辽和大油田 那个去一个女的 那就二心半狭窄 那都不能走路 那就费心病 胖地都不像样 到我家把我吓一跳 我这样也 你怎么往我家领的 走不了路 得高一杯子 那攀个不像样 裤都脱不下来 我这我可不能留 后来他也是没事啊 你跟你家住一宿吧 那时候我家还留 现在我家都不留了 对吧 住了一宿 住一宿 开始哭像小猫崽子 是那么叫唤 越哭声越大 越哭声越大 最后我就问他 你恨谁 二十年前你恨谁 他找着恨那个人了 完了他给那恨那个人 低头印错 对吧 恨他 他恨的一个人 给他也印错了 两人互相印错 他就拔在我们那个墙啊 院墙啊 吐了一天 他这个二心半狭窄 吐好了 病毒啊 病打口中中 还得打口中出 这是火性上来的 但是呢 金性上来的病是什么 金性上 就是脑 后嫉妒炎 脑炎 脑炎伤肺喘咳嗽 吐血肺病 肺虚肺炎肺结核 儿女不孝双亲 罪伤肺了 老爷忧穷儿女 罪伤气 说孝能养肺吗 提能养心吗 亏孝就要伤肺了 亏涕就要伤老爷心 很好的 去握手啊 你问我们有病点 你就问你自身 问你自身归 看我们孝到亏不亏 看我们踢到亏不亏 可是有的人呢 亏了就不孝到 夫妻都亏了就不孝到 他本身没病 他的孩子多病 什么病 脑瘤 脑炎 脑瘫 孩子肺炎 孩子小脑萎缩 这个病 这几个病我都讲过 我也都碰上了 是吧 因为我在辽宁省 那个辽宁省营口碰上一个小孩 小脑萎缩 11岁脑袋不大点 他妈妈和他这个老娘 领着这孩子去的 完了他妈问我这孩子 我这孩子为什么小脑萎缩 我说你呀 你是跟你的长辈还是领导 你跟他们对他们不尊重 他妈在那里说 他妈说你看怎么样 是不是 你笑到不行啊 你说当时他就跟他妈就干起来了 我怎么不行 我对你咋的 我什么都给你买 你还要我咋的 跟他妈干起来了 哎呀 我说愿不得你生这么个孩子 你 你有忤逆之罪呀 你不孝之罪呀 你跟你老爷对着干 老爷是我们头上的天呐 你亏着笑到就等于亏天理呀 啊 我都不亏你 他就跟我掐 你看 他说他妈跟他掐 就和他那孩子 我说你这孩子 好不了 你要厌食真了 可能你这孩子马上就 离开你 你要厌食不真了 这一事你就抚养他吧 就这样的病啊 我碰上很多呀 脑瘫的 我们跟前就有一个脑瘫的孩子 六岁抱我那去了 哎呦 就我们南 进南头立北头 我说你怎么生这么个孩子 我也不知道啊 问他哪生的 他说我在深圳生的 我说你都跑那生的 他说我们俩结完婚 我老婆吧 说家有机会 给我机会 我一股气 我把我丈夫领走 永久不让你看着你儿子 看看 永久不让看 我那你回了个孩来了 我孩子治不好了 听说你了 我回来了 我老婆婆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来 六岁小女孩 长得可好了 就是 胳膊腿不会动他呢 脑瘫 哎呀 我说你对老爷这么不笑啊 你怎么想的 他说我就行 我把我丈夫领走 我永久不让你看着 我也不回来了 他说我当天刚去怀孕这孩子吗 我们走六年了 这孩子六岁了 我六年挣多少钱 挣十万 我治病花多少 花了四万 我说你有这四万块钱 你回来看看老爷 你知道老爷在家 老爷小儿女那个滋味啊 那可是 没法形容啊 说父母养育之嫩啊 母怀胎十月整啊 颅补三年啊 这个嫩 我们哪个人都是母亲生的 这个能我们哪个人报了 报父母之能 这个能我们很难报 我们就是个孝子 你都报不完全啊 母怀胎十月 颅补三年 我们每个人 吸我们母亲的血 就是一千四百多斤啊 用什么方法回报我们的母亲 我们有什么资格不尊重母亲 不听母亲的话呢 就说我们人订婚 都得达到 订婚合理 解婚合理啊 什么叫订婚合理 什么叫解婚合理 说我先头讲了 不要彩礼 不服装浪费 另外一方面最主要一点 我们要阴命 我们要听父母的话 我们自己要心头一合 才能结合这个对方 这叫啥呢 三界合一了 也叫天爷一合一了 你生这孩子保证出位 现在定会有几个听父母的 没有 就是自己独断专行 古人有那么句话 不听老爷言 吃亏在眼前 所以我们的病得了 爱那女的哭的 哭得了不得了 我说你别哭了 那我这孩子能不能好 我说不能好 你要一日好了 你孩子马上很快就走 是吧 你把你的性格改变了 再来能来好孩子 不然的话 你要这种新性 还来这样孩子 这家哭了 后来哭完了回去了 把孩子抱回去了 不出一个月把孩子死了 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再也没见到他 是吧 就说我们的病是哪来的 不都自己找的吗 死是自己作的吗 所以这股毒气存到哪里了 存到淫地 肺管 皮肤 因为皮肤属筋呢 是吧 有很多人得皮肤病 皮肤病哪来的 不是脑火脑火吗 从脑炎上来的吗 他要往外倒 吐出那味儿 可怕了 辣地要命啊 所以我们这个学习班 昨夜那天晚上 上海有一个女同志 哎呀 吐的都直叫妈的 辣地了不得呀 我们有病也不用害怕 是吧 不用害怕 再一个 脾胃的病怎么来的 是吧 好